Hello 这里是带大家坦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比黑镜第五季更黑镜的短片 一个关于网恋的故事 高科技出轨 百无流赖的小胡子自酒吧擦杯子玩 突然他看到了不远处的金发妹 对他一见倾心 四目相对之时一拍即合 于是他们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聊上了 不过他们却触碰不到彼此 原来相谈甚欢的两个人只是在虚拟世界里嘴炮 摘下威尔眼镜的金发妹此刻是素面朝天 哇 这优惠也太方便了 实名之羡慕 就这样勾搭上的两人开始了手机情愿 发短信约对方在晚上准点上线 不过金发妹不知道的是 小胡子其实是个有家庭的男人 还有两个孩子 他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孩子们玩 不过他的夫妻关系似乎不太好 晚饭结束后 小胡子摘下了手上的婚戒 进入了虚拟世界和金发妹相见 在一天天的约会夜里 两人的感情增长十分迅速 小胡子总会端着一杯妻子给自己倒的茶 去和别的女人约会 真是个渣男 日子久了之后 小胡子提议 他们应该一起去NGAGE 所谓的NGAGE 就是在情侣双方的大脑内 植入威尔芯片 让他们能够更方便快捷地 进入和对方的私密虚拟空间 在这里 他们可以像正常的情侣一样 定制一个他们双方都喜欢的装修风格 建成专属于他们的爱的小巢 只需要双击太阳穴就可以进入 再也不用戴着那笨重的大眼镜了 在一天的辛苦工作 和玩孩子睡觉之后 本该是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小胡子却只想和金发妹度过 但是这一天他没来得及 进入他们爱的小巢 就倒在了书房 画面定格在妻子每天 都会给他泡的那杯茶上 回忆不断地闪现 小胡子在一间房间里醒来 走出门却发现 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巨大的循环之中 他永远都走不出那两扇门 因为他已经被永远地困在了虚拟世界 而这一切都是妻子托金发妹做的 他早就发现了小胡子的出轨 也无法原谅他的背叛 于是 亲发妹的战利品里 又多了一个出轨男人的名牌 原来他是一个专业的 没有感情的感情杀手 专门捕猎那些出轨的人 然后将这些出轨者的结局 放在网上直播 你还别说 这真有不少声讨者 出轨真的是个人人喊打的操作啊 所以说不谈恋爱 逼是没有 游戏不好玩 还是手机不好啊 不谈了 召唤师小谷又在召唤我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显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里 消息下啦 召唤视秀